俗话说朽木不可刁野,但如果朽木遇到了智慧的匠人,朽木也能雕琢成宝。 在贵州省清镇市,就有这么一位年近七旬的更衣匠人,他经过近30年的研究与摸索,将不起眼的树根,变成了充满匠心与智慧的艺术作品《墨迹根书》。 记者日前来到老人的工作室,泰米奇独创这一艺术门类背后的故事。 眼前,正蹲在一堆废弃树根前,认真挑选作品用材的老人,就是墨迹根书的创作者李昆旺。 从事更衣创作近30年,业内人士都称它为根吃。 李昆旺向记者介绍,与现有的象形根书、形意根书不一样。 墨迹根书是一种完全利用天然树根的自然形态,构建成原书法、绘画作品墨迹走势及神韵的艺术门类,为其独创。 象形根书只有单字,它要拼称很多像什么牌匾啊、诗词啊,它是不可能的。 它大大小小的不一样,那么形意根书呢,它可以拼称。 但那个也不是谁的笔画,也不是谁的笔底,也没有什么的体,这样体那样体。 那么后来我一想,那我要弄,我就按着编这个书法。 我自己也爱写啊,书法的原末它没有那个立体感。 你自己用树根,用它添加的那个立体感把它体现出来,它才能体现树根的味道。 李空旺介绍,目前他的作品全部是根据自己的师傅何锦明先生的书法作品为蓝本进行创作。 为了让自己的作品能最好地表现出师傅书法作品的精气神,根吃李空旺在创作的过程中,着实将这份吃体现得淋漓尽致。 有时只为了寻找简单的一笔,他会在工作室摆上满满一地的树根,蹲在那里细细寻找几个小时不起身。 说到墨迹根书的创作难点和精髓,李坤旺如属家珍,让人为之惊叹的是,经过多年的研究摸索, 他的根书作品更是巧妙地将传统木匠工艺笋某结构运用到极致。 一个看似普通的星子,在用树根进行创作时,就有23处运用到了笋某结构,堪称一绝。 一开始还没想到,去用笋某结构,就是把它拼起来,衔接起来,有一次我就失手了,掉地下了,一掉地下,哦,它就分散了。 就分散了以后,我就知道这个结构不行。那么以后我又再研究,研究,我就用笋某,笋某结构,你再弄不开。 它要在很多地方都合适了以后,它一下进来,所有都没有空,那真的是难上难啊。 记者了解到,李坤旺的作品所用的树根都是来自公路施工场地、城市建设现场、园林氯化工地等一些能产生大量废弃树根的地方。 发现各种各样的树根,李坤旺都视为珍宝,在他看来, 这些朽木的利用价值不可估量,极有可能会变成一件件高雅艺术品。 我们自己也应该知道,你把山挖空了,将来这个生态就变了。 要利用一些废弃的东西来做这些东西呢,那就比较好。 把这个废品利用起来,那才真正是我们的价值。 李坤旺的首幅成功墨迹根书作品,于1998年问世, 他于2004年为作品取名墨迹根书画。 在他的工作室里,一幅宽5米,高2.5米, 重220公斤的巨型墨迹根书《沁原春雪》是他的代表作之最。 这幅墨迹根书失真率小于5%, 他整整花了26个月的时间进行创作。 如今虽年近七旬,但李坤旺的更衣创作热情丝毫不减。 他表示,自己将会在这片艺术天地里尽情展示他的才情。 请在一个设计中,按照射通知识配合。